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民调 出现非常诡异就是马菜拉近了 会不会进入黄金或死亡交叉呢 还有宋史玉民调也在10%上下摆档 有非常多值得解读的数字 以及现象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第一位 辉文 大家好 光晴 辉文 韦泽 大家好 建南 大家好 东豪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乡龙兄马上就到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院长吴敦义院长 昨天在接受友台访问的时候 一番温情喊话 看看国民党副总的候选人怎么看宋主义的问题 马上 有共同的核心价值 团结 当然远比分裂要好 我们还是渴望 诚挚的期盼 都能够精诚的团结合作 所以任何角力或者有意气上不够顺的地方 我们的希望它能够像烟消云散一样 守得云开 见月明 是我此刻的心情 真是重不得 穿不得 要跟你打还不能打 太软又没有骨气 其实人家这样的不容易 辉文怎么看 吴院长毕竟他是温情喊话 也没有重话 因为重话立即第二天头版头条 没有人敢讲重话 你怎么分析他的态度呢 我想主持人跟各位观众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目前台面上这三组的副总统候选人 对总统的加分相对都非常有限 如果跟前面几届比起来的话 那扣分倒是不少 尤其吴敦医院长 昨天是以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去接受专访 是哪一台呢 是哪个电视台的哪个节目专访呢 这个在我们媒体人出身的话 我们会特别的敏感 你去的那个节目是一路以来 利点兽主义的节目 那你说那宋楚瑜 连续三个礼拜的礼拜五 都在友台的那位节目专访 我并没有说不可以 NCC当然也不会管这个 我说就我们媒体人出身 理想人说你怎么去那儿 你去那儿是要冲什么 那回到这个 对亲民党的温情的期待 其实距离25号的登记 还有一段时间 我还是必须重复 王金平院长的那个看法 就不到最后关头 绝对不轻言放弃或牺牲 那还有没有整合的机会 当然很多人都讲 这个已经不用谈什么的 但是有没有人努力在穿梭 我想大家 还是有人在协调 那如果国庆在最后阶段 真的能够整合的话 那群体当然会有变化 如果不能整合 那是另外一方光景 我最后提一下这个吴院长 昨天的这个专访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很奇怪 对于内阁最近的这个 一再的吐车 他也觉得无辜 但他也愿意检讨 我认为吴敦毅昨天的专访 是去扣分的 我特别要提醒所有的 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不是不能接受专访 可是如果能够加分 像宋楚瑜去是加分的 我们凭良心讲宋楚瑜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他的专访宋楚瑜的收视率是 赢过蔡英文也赢过马英九的 那如果吴敦毅接受专访是去扣分 像马总统之前也接受 这个我们中天 还有T台的这个专访 收视率都不好 但这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收视率不等于这个致视率 也不等于投票率 穿梭 穿梭者之一的唐湘龙还没有来 不要误会 今天下雨塞车在车阵穿梭 我吃到了 不要误会 不要对号入座 其实惠文提出来我倒没想到 也有道理 说因为吴敦毅上的第一场 很久没上 就是上过去三个礼拜 不断的宋的那个 应该说宋有主场优势 这样子 那你点出公旗所必就 你那一场我就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光晴你也是那一场的固定台边 然后我听说你昨天你那一场 你的收视率比吴敦毅好 黄光晴打败吴敦毅 说明一下 我们等一下勾迎传说者进来 就是说其实吴敦毅他还在选战没开打的时候 他有以行政院长这支上过其他媒体 其实那时候收视率就只有0.3左右 0.3 0.4 所以我们蛮敏感的嘛 那选战开打以后他比较少接受访问 比较多接受访问是马英九嘛 马英九的那个支持 应该说收视率比宋处于大概少了 至少有二分之一啦至少啦 那昨天的这个吴敦毅吴院长他的一个专访 收视率是高的0.8 那我们后面接着也大概是0.8开 比这个马英九上其他台说实在说收视率是高的 但是你说要比宋处于破1 这几次都破1的那个盛况 当然是有差距 但是收视率这个东西很吊诡 就是说看你上什么台 看你上什么节目 你如果上一个高收视率的节目 而且那个形态是有发问的 我觉得那个效果 或者说有很多人关注都投入进来 那个到底是正面效果 负面效果是很难以评估的啦 那至少昨天吴敦毅吴院长 毕竟讲毕竟是副总统参选人 又建议行政院院长 大家很关注 我觉得大家关注的点主要就是说 问他跟宋处于那一段 对不对 以后你们跟马英九怎么处理宋处于 或现在你们有没有跟他沟通 其实他讲话很技巧 就是你各自解读 他历史系又喜欢银丝作对 陈振胜委员没有在话 就是说他讲的话 譬如说他说 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句话就是 其实也不一定等于就是说 他们在期待宋处于 我的解读是说 这整个选况都还不明确 选举结果没有到最后关头 搞不好是说你们看嘛 等到选战到1月14号 一开票你们就知道了嘛 并没有你们现在想的那么恐怖啦 另外就是说他做一个结尾 就是说人家问他 跟这个宋处于有没有沟通 他说有一次他陪着马英九等 宋处于就是电话打进去 宋家人接到说他去运动了 后来也没有回 其实意思就是说 他们该进的力也进了 是关门的那一方是宋处于 所以各自解读 再加上人家问他说 有没有可能在选后跟宋处于合作 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他请他作为行政长 或联合组合这方面 他讲一句就是说 这个等结了婚 生了孩子再来取名字嘛 那现在我又直觉想到说 阿婆是他儿子 吃拼了 就是说宋处于70岁 你能不能够有个子 伸出个子 还是说这个结果 就像他们自己一再就认为 是稳定当营的这种感觉 这是两回事 所以吴敦英的解读 我觉得还是站在 他们现在目前 这个马吴联手 对抗宋处于对抗蔡英文 他们还是某种程度 是赢家的一个说法 大家肯定说 二孤 土挂兄 那就不可能 我觉得宋处于不可能退算 我介绍一下 因为穿梭来不及 不是国金穿梭 是车证穿梭知道的 这个乡龙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等一下请你补发言 好 没有问题 其实魏哲当然 这件事国情问题 送问题无色民进党 但民进党我在看一则一喜 喜的是最好国军 国情能够有问题 又也是回马枪说不定宋处于会 你看你们昨天的主持人 都喊宋处于动算 当着蔡英文 谁见这个 这句话 宋处于还是有分量的 对 不可低估 聚餐叉快要稍得 你说怎么看 15英里的功夫 我觉得当然 吴奎是要保持低调 我们记得在三国演义里面 司马懿 不论诸葛亮怎么激他 他都不生气 他还是可以 甚至表演得像小丑一样 气死诸葛亮 那么诸葛亮 好像感觉起来 司马懿克诸葛亮 又克这个周瑜 寄生于何生亮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这个吴奎 他是要表现了 他的这个身段之柔软 然后这个气度之大 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 这跟过去大家所理解的 吴敦毅又不一样 吴敦毅在许多场合 甚至在野党攻防 在立法院寻达的时候 这咄咄逼人 这个直选立委 丝毫占不了便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为吴敦毅了 但其实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 怎么样选完 等我选完就好看 你就注意看 不管是怎么样 但昨天他表现的 我不管收视率 但他昨天表现的蛮得体 以副手来讲 没有替马英九失道分 也没有因为这样 他的谈话 今天报纸见报的 他的谈话是正面的 不管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还是怎么样 总有一天等到你了 这类的 我觉得其实这点 吴敦毅有他的韧性在那里 其实正在吴奎立场 他实在很难对宋主席说重话 你怎么说都不是 所以就像中国文人 或你看中国政治人物 打银丝做对 想象空间 那些就过去了 可是吴敦毅对李登辉 对王宇云是不假辞设 那已经敌我关系了 毕竟他认为泛南内部 矛盾不要弄坏 我想站在隔壁立场 是有道理 他说 动算跟我们动算再来讲 再来思考这个联合政府 隔壁问题 我想他讲的是事实 他也不能面对 如果说我考虑找宋主席 当那个隔壁 那还得了 我插个小嘴 其实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 在马英九作文总统位置的前几年 都不可能让宋有一个 让宋急得跳连见面的机会 连商谈国事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可能在 现在在马英九是有点比较 没有那么稳的情况下 宋楚瑜出来跟他挑战 选后突然间以得抱怨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大 我也插个嘴好了 你看民进党的立委 是怎么扭曲这个事情的 马英九当总统这几年 连让宋楚瑜来 见个面的机会都不给 马英九有这样子吗 马英九把门关起来 电话都不接吗 是谁打给谁 是谁要求见面宋楚瑜婉拒的 那个主客意味是其实差很多 我观众没有公平嘛 是黄伟哲讲的不对 还是我讲的不对 那我非常简短的回应 宋楚瑜有提过说 许多机会对于国事 他想要反映 事实上是不得其门的 那么马英九的确 最近想要电话那一团 电话这头等着他 可能应该是在宋楚瑜 宣布要参选之后吧 在宋楚瑜宣布要参选之前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听到 或是从不管是看报纸 或是看电视 我们都看了 就是没有看到那一幕 其实这是罗生门 我们也无从知道是马或宋 哪一方先主动无从知道 当然竟然你还是 当然马宋你想谈 看谁主动都可以 但还回到刚刚各位说 因为我特别注意 忠实汪民调也说 几天前说 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访者说 你们不要密室协商了 不要私下了结了 显示三分四人民是对这种 所谓的密室政治条件说是 至少三分四是反感的 竟然你综合的论评好不好 其实任何事情协商可以秘密 这是结果要公开 你哪个协商可以公开协商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个家里父母在讨论一件事情 不让孩子知道 不让老人家知道 一定也是先秘密谈再公开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但是我并不表示 我认为他们会协商 我认为现在已经是决定打了 我过去是说一直在等待机会 但是我现在说这场仗打了 另外就是说这个谁约谁见面 我想那个刚刚辉文跟韦泽两个 我刚才讲的都没有错了 只是时间点 这样就讲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了 迟来的诚意只有诡异了 所以后来的诚意要见你 那中间是有那个 至于吴敦毅昨天那个 节目内容我没什么看了 看了但是因为他写诗 我也很想写诗了 我就以他那一句就做个诗了 他叫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跟你讲故作友善达温情 月下暗见罪无情 不如小日现光明 我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念五的都知道 我们念五的是暗中念全是月下念剑 为什么月下念 月下的剑是最狠的 那暗中念全是听声变味的 我们从小都是没有月亮就是打全 有月亮就是念剑 意地是这样 所以他搞这个月 我的意思是说 月下的暗剑是最无情的 不如那云开的话 云我们知道云打开的时候 如果是晚上云开月亮出来 那个晚上不会下雨 那如果早上云开太阳出来 那天一定天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大概就天晴打开光明了 大家好好光明地竞争 不要再弄些事 那个门也不要开了 就是大家就光明地竞争 公平地竞争 最后让州的选民很聪明地 做一个抉择 这样子会比较好 至于说生孩子认名 我告诉你生这个孩子 绝对能不能到吴敦毅去命名吗 假如就算他们孩子生了当选 那是总统的职权 不是副总统的职权 副总统只是被位了 那副总统如果 总统如果问他 还不如问后面一个人 到行政院长给谁 也轮不到他了 不过这句话倒想到江湖 已经打油画了 肚子大了才提亲了 孩子生了才命名 那个把人打了再喊停了 这个都没有道理 你是说 你一有所知 以前叫那个人 现在日本记者说 那个危险的人 我不知道你 日本记者这样说 我再引述一下 就说其实马宋之前是有电话的 就说 昨天吴奎透露 姻缘还没去住 这岳明我就不谈了 他说 事实上马也打过电话给宋 结果来把他强化一下 请接宋楚瑜 结果应该是位置中 我推估应该是位置中 宋幕僚 他出去运动 从此没再回报 换句话说 至少双方想热线联络 我觉得没有负信 我想起基辛吉这样说 基辛吉有谈判 他说谈判就如求婚 过程要求其隐秘 成果要大肆宣扬 这是我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无愧看到这个 基辛吉的回忆录 我有看到这一段 不管怎么样 谈判也罢 协商也罢 接电话也罢 你是旁观者 东豪什么想法 其实 因为无愧他昨天讲 那个守得云开建业名 水谷传前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童心千载痴心叛 语出水谷传 他有不同的 古时候很多人都用过这句话 不过水谷传里面前面是 童心千载痴心叛 你要先童心 马宋两个人看不出 他有童心的时候 你要港心 那其实 昨天无愧讲这个话 基本上我觉得 就像云无愧前面 这个讲说 希望宋先生 回到不分区第一名 那都是在制造一个气氛 可是这个气氛 是不是一定拉得回来 我想大多数的人 是看得很悲观的 大概已经是各走各的路了 不过昨天后面警戒 像刚刚前面谈到有关于说 这个是不是有 宋出任行政院长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去谈这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不是密室 那是分账 你就变成分账了 再分位置 这个观感上是非常不好的 第二个 还有违法的问题 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是反 有那个反原子方条管的 公开问 吴对应当然很聪明 他不会去回答这个问题 幕后还在穿梭的 如果你是用条件 用这样子的位置 来做一个交换的话 那对台湾的民主政治 是退步的 宋先生可不可以退 可以退 只要他愿意 可是如果要退 就要退得很干干净净 不要留下不好的民主典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后面事情 怎么演变再说 可是跟结还是在于说 这个马宋是不同心的 这个在不同心的状况 你还要守得 林开俊乐明 基本上我会觉得 只是赤照一个气氛 维持所谓的 不打颂的一个基调而已 英文的信任这个字 字根就是枕头的意思 我看马宋也不可能 再睡双人枕头了 我常说 当然忘文声音 我常说 唐 香 龙 三个字都是正男的 正男的 对 证国文 香 香也是汉瑞中国文化 打败洪秀全 香也是 这三个正男 请正男人士 讲述一下 其实楚跟香是同一个意思 楚就是香 宋楚瑜的楚就是香的意思 贵物就是楚人多智 所以宋楚瑜 就是说 楚虽三户 王情必楚 也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香的意思吧 但是因为昨天吴敦毅的 吴敦毅讲话 我觉得吴敦毅昨天 谈到宋的时候 他的 他的敏感度跟警觉性是够的啦 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 他没有留下话评 没有犯错 因为昨天那个场合 他不能够做太积极的解读 毕竟老江现在在选前 如果他昨天顺着媒体的话讲说 OK啊 国民党非常愿意 安排宋楚瑜当可贵 我想宋楚瑜一定强烈反弹 你清明党在那个时候 一听到这个话 绝对强烈反弹 绝对觉得你又在吃我豆腐 你又在意图伤害清明党的选情 这个时候你任何的 任何的暗示 就是说我可以授予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双方面能合作 对清明党来讲 绝对是一种这个侮辱跟伤害 你连郁目明亮的讲话 宋楚瑜都都都都这样子 就是那种反应都这么激烈了 可想而知 何光刚刚也提到了 就在选后 这种事情也轮不到你吴敦毅讲 格魁呢 哪里是你吴敦毅能决定的 当你当了副手之后 你就安静了 吴敦毅呢 吴敦毅呢 如果他能够 跟马英九搭配而连任成功 吴敦毅接下去的四年 只能够想2016以后的事了 基本上面 2012到2014这段期间 他必须要保持沉默 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开发言的余地 格魁谁谁决定 当然是当选人决决定嘛 马英九当选 当然是马英九决定嘛 那如果 话又说回来 如果马英九真的能够 接受宋楚瑜当格魁的话 过去三年就不需要 搞到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可以从过去 三年多的情况来看 未来如果马英九再当选 未来四年 我也不认为 以马英九的个性来讲 过去三年他不做的事情 未来四年他会做 没有那样子的可能性 我们再讲白一点 如果说马英九真的有可能 让宋楚瑜当格魁的话 今天在格魁那位上面 就不会是吴敦毅啦 就不会是吴敦毅了 可能可能早在 早在刘兆全之前 或者刘兆全之后了 宋楚瑜都已经上来 宋楚瑜最想上来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八大风灾 之后那段时间嘛 那个时候 你想在 在南军的内部 在国民党里面 有多少人都在讲说 那既然八大风灾 这种旧灾的事情 你的好朋友刘兆全 都因此而下台了 就让宋楚瑜上来吧 那个时候的声音是最强烈 在那个时候 他都没有用宋楚瑜 而让吴敦毅 接下了这个关键性的位置 你想可能吗 不可能吗 吴敦毅当然也心知多多肚明 固然他跟宋楚瑜在过去 在一个反礼的基础上 那个时候国民党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 宋楚瑜跟吴敦毅 不能说眉来眼去 大家在寻求一个 宋楚瑜被打入冷宫之后 反礼系统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结盟 那个结盟的成不成功 确实对2000年的选局 是有关键的影响的 在当时他虽然没有点头答应 吴敦毅有的时候 面对关键选择的时候 他是很犹豫的 所以吴敦毅在当时 他没有答应 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你甚至可以说 在2000年的时候 宋楚瑜寻找副手 一路颠簸 最后找到张 张昭雄 为什么 因为吴敦毅没有答应 吴敦毅如果答应 也许那时候选局就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当时 他跟宋楚瑜之间 有某种的革命情感 那有某种 对未来政治的 共同的想法 我认为这种情感跟想法 即使到今天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吴敦毅如果能够扮演 他既是马英九的副手 同时又是宋楚瑜的旧友 在居中 让彼此之间 对未来的关系 都能够有一些正面的想象 我觉得吴敦毅功能就达到了 不要讲太多 即使如此非常困难 其实如果马赛任何一人 当选总统的话 宋楚瑜出任隔魁 机会不大 其实宋楚瑜主席也说 马赛当选 他也不可能当隔魁 所以宋楚瑜说 他只能拼总统 不过从来 我常做个比喻 其实选举就好像 两组人马在高速公路上飙车 包括旁观子也一样 大家飙 有丢家具 丢瓦士桶 有人丢汪精卫跟吴三桂 等一下来谈为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